都滿不穩定 尤其今天在中南部地區 早上的時候 也是有一波的降雨 我們在雲圖上面 其實可以稍微的看到 在台灣的東側 有一些些薄薄的雲系 這一片雲系 就是在今天成間的時候 移過來的華南雲系 它在通過的時候 其實就對中部以及中部以北地區 都有帶來了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整個降雨的情況 在中午之前 就已經逐漸的趨緩下來 不過類似的天氣狀況 還是要多加留意 因為華南還是持續的 有水氣會移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未來幾天的天氣狀況 首先在星期一星期二的時候 天氣狀況跟今天類似 星期三開始的時候 冷空氣逐漸的減弱 但是接下來溫度雖然回升 還是有下雨的機會 星期一到星期二 這一段時間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感受上偏涼 那在北部的五間溫度 大約還是在20度左右 感受上面涼蒼蒼 尤其有的時候搭配著下雨 時時涼涼的感覺 還是有一些冬天的雨冷 另外在局部陣雨的情況之下 除了北部跟東半部地區之外 剛剛有講到 如果有這個雲系移入的話 中南部地區 偶爾也是有下雨的機會 那到了星期三的時候 這一波的冷空氣開始減弱了 那有些地方 陽光會逐漸的露臉 那將對來講的話 這一天的天氣算是比較穩定一些 尤其在北台灣的高溫 可以回升到大約是在24度以上 感受上面是逐步的回溫 到了星期四到星期六的這一段時間 甚至可以從一路到28度到30度左右 北台灣溫度回到30度 南台灣感受上面更加的熱一些 不過由於這幾天 是比較偏南風的影響 因此在迎風面 像是南台灣以及東半部地區 尤其是南台灣山區跟東部地區 有些零星短暫陣雨的機會 那在溫度上面 算是一路在回升當中 所以未來的天氣狀況 可以注意到 星期一 星期二比較不穩定 星期四之後 偶爾還是有些短暫陣雨 而不過要留意的是 目前模式預測上面看起來 接下來還是有些封面 會接近台灣的周遭 因此不穩定性是更加的明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現在的色調強化雲圖上面 台灣附近剛剛有講到 曾經通過的這批雲系之外 其實可以注意到 現在整個的封面雲帶 在華南一帶 在這附近是持續的 有一些水氣在生成 隨著盛行風向 有的時候會進入到台灣的上空 因此在星期一 星期四二的時候 持續有受到東北風的影響之外 感受上面比較偏涼 另外南方的水氣 從西側往東邊來移 那也會帶來比較濕濕涼涼的感覺 那在接下來的天氣狀況 我們先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徒勞 目前在明天看起來 整個的高壓中心 還是處於在上海的附近 因此東北風會持續的影響 星期一到星期二的這兩天 都還是比較偏涼涼的天氣形態 東北風的影響比較明顯 北部跟東半部迎風面地區 要小心局部比較明顯的雨勢的機會 那在中南部地區就是足以到 南方的水氣移進來 有些短暫生雨 而到了星期四的時候 我們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整個高壓是已經東移出海了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我們在高壓的這個西南側 是吹比較偏南風到東南風進來 但是要留意到的 就是這一波的封面雲氣 這一波的封面帶 由於在南北的擺蕩 對台灣相對來講是比較接近的 因此在星期四到星期六的這段時間 雖然吹南風 但是天氣狀況還是一樣比較不穩定 偶爾會有一些短暫陣雨的機會 提醒大家外出的話 帶把傘備用比較安心 我們從雲圖上面繼續提醒大家 在台灣附近近地面 有一些低層的雲氣 主要南方移進來 因此在早晚的時候 西半部地區北台灣 都還是有些短暫陣雨的機會 行車上面要注意也要記得攜帶雨據 來看到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北部地區明天的降雨機會還是有的 在外出的話 記得一定要多注意天候的狀況 溫度的部分 大約在24到25度高溫的部分 而在中部地區 明天的高溫 則是可以來到26、27度左右 南台灣明天在高溫的部分 則是可以來到28、29度 而在東半部地區 明天同樣有些短暫陣雨的機會 宜蘭花蓮都有下雨的機會 而在外島地區 馬祖跟金門同樣也是有些局部短暫陣雨 澎湖天氣晴朗 後來我們來看到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主要要提醒大家 星期一、星期二 受到了東北季風以及華南雲系的影響 有些陣雨 北部東半部地區相對比較明顯一些 星期三之後 天氣稍稍微的逐邊要轉晴了 但是星期四之後 北部地區轉晴 東半部地區轉為南風的淫風面 南台灣的山區 同樣也是有些短暫陣雨的機會 而在外島地區 則是要留意在星期一到星期四的這段時間 馬祖跟金門水氣量相對比較多一些 都有短暫陣雨的機會 小丁寧要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我們注意到 在各地的沿海都還是一樣 偏東北風強 有八級以上的陣風機會 海邊活動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另外早晚還是偏涼 早出晚歸的朋友 記得要穿寶暖一些了 我是陳志根 廣告回來請您持續鎖定中式新聞